资深政治记者黄伟翰母亲遭到酒驾累犯撞死 引发社会哗然 提高惩罚刑度的声浪再度传出 看起来其实也被质疑是跟酒驾有关 国民党立委将其成提案 要修法道路交通管理条例 如果独驾或酒驾被查获 纵使没肇事也一律将车辆没入 没有拿回去的机会 等同将车辆也视同犯罪工具 目前同党立委政天才翁崇军 李贵敏 费用泰跟洪孟凯等人 已经参与联署 立委洪孟凯也同意加重罚则 不过要直接没入车辆 认为有些不符比例原则 无条件的把他的车辆完全的扣押 我想这有待商榷 所以我们这边会提出不同的版本来共同讨论 我觉得可以参照说 他的酒精浓度 以及他的末路的保管的一个时间的长度 来去做斟酌 其实在2019年 法务部就已经提出修法 只要酒测值超过0.25一律没收车辆 甚至也曾提酒驾再犯 最终可处死刑 不过都被政院以有为比例原则否决 这回想再度闯关 希望提高惩罚刑度 不让悲剧再发生 TV微信花烧别理想台北采访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焦点等你哦